因为在上一周的时候 其实是市场出现一个回撤 一辉老师其实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 说即使出现回撤的话 大家不要有过多一些担心的一个情绪 不要恐慌 依然还是看向上的一个方向的 就是趋势并没有改变 从目前的一个时间点当中 我们再来说一说 今天开盘 极大指数也是出现了一个回撤之后 现在可以看到上证指数 目前是震道翻红 也是在整个金融的一个带动下 券商今天开盘是有动作的 所以来听一辉老师 怎么来看来今天的一个表现 其实从整体今天早盘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并没有延续 像昨天下午形成一个高开 而且是一个高走性的一个行情 在昨天我们看到 主要首先是保险发力 涨幅是具险的 包括像船舶 目前相对表现强健 以及证券和银行板块 那我们在前期也重点强调过 在五一之前 我们发现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整体大金融发力的时候 就是在保险先行 先拉的形成一个上行 其次我们看到银行和证券 其实是T4进行一个上行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点 是在于什么 昨天整体的早盘 可以说是一个上证指数 单边下行 主要的原因 还是在于中字头 整体带动市场的一个调整 当然由于一些消息方面的原因 所导致的在下午 走出一个微信反转性的行情 那么我们看到 在昨天早盘 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什么 创业板指 新能源板块 好像是要接力整体市场 尤其中字头 整个带动市场形成反弹 但是由于量能 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的一个放大 昨天虽然说走出一个微信反转性的行情 但是整体的量能 没有形成一个上万亿的乘用金额 之前是24个交易日 连续的上万亿乘用金额 所以说目前 对于咱们投资者而言 首先 整体的大金融板块持续度 我们其实要画一个问号 因为是费资金的 目前仍然是一个存量资金的博弈 这是其中 那来讲的话 其实在前期整体的中字头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轮动的情况 比如说在前期我们看到像石油石化板块 电信银板块 一带一路板块 以及大金融其实是属于压后阵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石油石化板块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带动整体的指数 形成一个压长式的作用 对于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要看到另外一端 比如说创业板指在昨天 整体的新能源上下游的产业链形成一定的反弹 我们看到铃矿的价格触及到历史低位之后 18万一吨整体形成一个反弹 接近于28万一吨 所以说连续11涨之后 昨天我们看到像天奇啊 包括干风啊 整体还是涨幅剧前的 尤其天一里业 时隔很长时间终于是涨停了 所以说目前仰化市场 其实还是在一个存量资金的博弈情况下 整体市场形成分散 在中字头新能源 包括大金融 其实我认为开始形成一定的切换 如果单从指数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目前对于上证指数的上方的整体的空间 我认为要缩小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先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上证指数的日线结构图 我们在这个今年的2月份的这个位置 我们点了一个点 我们发现2月份的第一点是多少 3220点 好同样我们在这个3350点 我们也点了一个点就是整体市场我们发现 在这个位置高点3342点 支撑就是3220点 好突破之后3396 同时两天也就是占到了3400点上方 整体市场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整个在2月份开始 其实就是在3220到3350点的一个区间震荡 所以说对于指数而言 就是整体存量的情况下 可能中字头也好 包括大金融也好 包括我们所说的新能源也好 可能就是来回切换 这样的话整体一下子向上突破 比如说3350也好 3400点也好 这个预期我们的降低是这样 好也就是说从整个的一个板块 轮动向影 包括一个做多效率上来看的话 它是有做多的一个情况存在里面的 轮动速度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快 但如果说从指数来讲的话 它不会像前期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这些中特沽一个品种 它可能会持续的来带动 指数一个向上助攻的一个动能 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吗 其实在昨天盘面上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中特沽和人工智能 相应的下行的时候 虽然说新能源板块有一定的反弹 但是量没有形成 也就是整个市场 其实是属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真正激活市场 其实在下午的时候 走出一个微信反战 中特沽 尤其大金融带动 市场形成一个上行 所以说目前市场关注的点 还是在于中特沽这一块 但是已经形成了 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 所以说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 就是目前要在中特沽情况下 要再赚一些相对超额收益 可能是比较难的 那么我们要把视角集中在什么 比如说整体政策性 比较明确的新能源 这一块尤其是新能源车的下乡 以及整体的上中下游 锂矿价格的上行 所带来的整体资源端的一个上涨 这个其实我认为 目前资金有一些关注 好 像我们在早盘所说到的 这个金融类一些品种 真的就仅仅是一个消息当中 一个情绪的带动 而且早盘特别明确的 和我们说到了 就即使昨天 中特沽有了一个这样的 引领相上的一个表现 但是问题是 它还有很多的一些 我们说不确定的因素 会打一个问号存在于里面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盘中确实如此 就整个中特沽的一个方向 并没有延续昨天的这种 强势的一个态势 所以来说您的看法 我们看到今天早盘 整体相对表现不是特别强 当然也并不是特别弱 不是特别强 是在于整个市场 形成一个冲高回落 不是特别弱 目前基本上 是在昨天的收盘点位 是一个来回震荡 这里面我们重点 还是要看一下资金 因为我们在今天早盘的时候 重点强调 在昨天虽然说 中特沽形成正当下行 下午走出一个微星反转性的 行情的情况下 整体市场其实没有形成一个 一致性预期的一个增量 包括在今天早盘 我们并没有看到像创业板指 包括生成指的量 能形成一个增加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来讲的话 整体今天早盘的外资 有一定的流出 流出了40个亿 那么昨天整体来讲的话 流入其实是超过40个亿的 所以说整个市场形成了一个什么 存量资金博弈情况下 市场产生一定的分歧 当然今天和昨天有一些不同点 是在于什么 昨天中特沽下行的时候 群龙无首 今天虽然说我们看到 石油石化板块形成冲锅回落 大金融板块形成冲锅回落 紧跟的是什么接棒的 半导体接棒了 包括我们看到像医药板块 这些低位的接棒了 以及在今天我们看 从指数情况下来说的话 像电气仪表 这些其实相对于都是低位的 所以说目前资金的选择 我认为就是由之前的高位 逐渐流到一些低位的 这些品种上所带来的一些 我们所说估值的一个跋升 所以说对于下一阶段 我们图者其实要关注的是什么 一个是在前期半导体芯片 连续震荡下行之后 这一次形成一个反弹 那是不是一个新的上涨阶段的开启 同时来讲和医药板块的经过 比较长时间的横盘震荡 那么会不会像我们 刚才重点强调 我人是一个爆发期的一个前夜 这个其实我们要关注一下 因为有的咱们所说的医药板块 已经开始有提前的一个反应 所以说市场在目前来讲的话 存量资金的博弈 整体的中特估 尤其是大金融板块 不可能一下子继续的发力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轻指数 重板块 重个股 个股我们重在两块 一块是半导体 另外一块医药板块 我同时来讲的话 今天我们看到另外是什么 就是像新能源里面赛道 基本上没有形成一个共振式的一个反弹 就说明什么 整个市场资金对于新能源板块 尤其是我们说的 创业板值也没有形成放量 所以说还是需要观察